为军分区建设科学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锦州军分区仅仅扭住连结征兵这个敏感热点问题 与锦州市纪委联合制定了锦州军分区连结征兵工作具体措施 从制度机制规范征兵工作始终在阳光下健康运行 包头军分区认真清理经费开支 车辆使用超站住房借用人员 并以此为牵引进一步做好解疑试货 解困减压解难服务工作受到官兵的普遍好评 维方军分区积极探索军民融合时发展的路子 将四所高校和六个科技密集型企业 确定为军事人才储备培训基地 组织团营之干部到市线两级党校学习培训 把高科技人才编入民兵专业队伍 着力解决新型军事人才短缺 民兵编组专业对口率不高等问题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 5月26号胡锦涛总书记 同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举行会谈 具有重要意义 双方表示将继续推动落实两岸和平发展 共同愿景 维护反对台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今天起设专柜展示新闻出版总署 向青少年读者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 引导青少年健康阅读 这些推荐的百种图书 是从325家出版社报送的 1216种图书中精选出来的 国家工商总局中央文明办等6部门 将从6月1号起开展为期三个月的 查处取缔黑网吧专项行动 重点查处农村城乡结合部 居民社区和学校周边黑网吧 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旅游局今天宣布 将把云南省作为全国旅游产业改革发展的试点省份 和推进改革试验工作的联系点 加强对云南旅游业综合改革试验工作的指导和协调 建立更加紧密的省部合作机制 内蒙古第一条电气化铁路 大同道包头电气化铁路昨天开通运营 铁路全长451.6公里 开通后年运输能力将从8000万吨提高到1亿2000多万吨 日前江苏省15万0548个20户以上居民的自然村 全部通上宽带 至此江苏成为全国首个实现自然村村村通宽带的省份 深圳航空公司从今天起在全国首推一票通业务 旅客从北京上海青岛等内地57个城市飞往深圳后 都可以持当天的机票免费乘坐大巴前往香港 首届中国常熟江南文化节昨天开幕 本届文化节以弘扬江南文化 打造江南品牌展示江南风采 共享江南文化为主题 将举办江南文化讲坛等多项活动 作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系列文艺活动之一的 中国逆耳烟乐合唱周将于6月12号至18号 在北京和云南举行 开幕式文艺晚会前进宋将首先在人民大会堂上演 期间还将开展逆耳杯合唱大赛 国内外文艺团体组合演出 逆耳烟乐讲座等系列活动 代号陆海2009军警民联合海上救援演习 昨天在福建东山海域举行 演习按照全过程多手段立体化的要求 成功实施了舰船飞机紧急出动 试试船只损管救援 落水遇险人员搜救等多个特别 检验了军警民各方海上应急反应 组织指挥联合搜救等能力 受连续高温少雨等异常天气影响 4月下旬以来 黑龙江吉林两省旱情不断蔓延 8000多万亩耕地受汗 当地积极组织干部群众 采取勾灌喷灌等方式 对受汗耕地进行灌溉 尽量减少汗井损失 下面请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 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 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举行了会谈 吴邦国首先对佩洛西率领 美众议院代表团访华 表示热烈欢迎 相信这次访问必将推动中美关系 尤其是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国众议院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吴邦国在简要回顾中美关系后说 今年4月初 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 在二十国集团伦敦金融峰会期间进行了成功会 0.1毫米 这是河南白相集团对小麦面粉柔韧性简单的 检测所达到的最新精确度 像这台检测液呢 它是在模拟我们的牙齿 对面的摇的感觉 这个进入越准确呢 检测的这个数据越完善 在新建成的这个投资上千万的实验室里 仅一块面团 检测指标就高达一百多项 行业利润并不高的白相集团 为什么要在科研上下如此大的功夫呢 不仅是方便面 河南小麦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 如今都聚集了几乎国内所有的大品牌企业 而那些优质小麦的主产区 则成为众多企业开场设点的必争之地 永城是河南省优质小麦的主产区 最近两年这里有一个独特的现象 同样是像这样的优质小麦 永城的价格要比周边其他地区的价格 每斤高出三分钱 这三分钱究竟来自哪里 大庄村的张新邦最有感受 村里种了几百亩优质小麦 这些天很多加工企业的采购人员 都来他这里要求订购 面对一百多家加工企业的争夺 每斤高出三分钱也就不足为奇了 永城农民一年仅此一项 就多收入五千万元 竞争不仅带动了农业发展农民增收 也让河南本地企业实现了科技突破 产品升级 白象在全国率先攻破了 小麦品质提升的难关 三权制定出了第一个速冻水饺的国家标准 而思念则把一根小小的油条 经过标准化制作后 卖到了欧美和东南亚的十几个国家 随着国家扶持政策的相继出台 新能源产业正在成为吸引社会资本 纷纷进入的投资热点 中大集团是一家生产大中型客车的企业 在国家每辆电动公交车最高可补贴60万元政策的鼓励下 企业准备上马电动公交车的新项目 项目刚启动 居然就有好几百家风险投资和各类产业基金 闻风而来 每天平均最少有四五家的投资资金 国外的投行财团 都想参与我们的新单元项目 最终6.8个亿的首批投资盘子里 只有两家与企业有着多年合作的投资基金被选了进来 作为海上风能集中的地方 江苏延城不仅吸引五大国有电力公司悉数到齐 给电厂生产配套设备的外资和民间资本更是接踵而至 仅富宁县一个地方 风电设备生产吸引的社会投资就超过了十个亿 目前我们两个已经进去的两个企业呢 吸纳就业已经达到了1700多人 到今年的年底 现在就业应该达到3000人左右 今年以来国家财政对新能源领域补贴的资金规模超过了600亿 而新能源领域相关的产业政策也在不断完善之中 宏观这个刺激一些政策 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应该起到了很好的撬动作用 也就是我们政府花10亿或者20个亿人民币的资金 就能带动进千亿的市场突展的力度 新能源领域对整个宏观经济的拉动的作用 应该有1比5的放大效应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27号下午 在北京会见了来华访问的韩国国防部长李湘熙 习近平说 中韩两国毗邻而居 由西安琴枪剧院推出的历史剧《梦回长安》 让人们感受到古老琴枪的魅力 然而四年前想看上一场高水平的琴枪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时西安市所属琴枪剧团由于人浮于世一年也演不了几场戏 2005年西安市组建起琴枪剧院率先走出戏曲产业化的路子 由西安区江文化投资集团全资控股 以前琴枪剧院是个事业单位 那么现在企业化了 那我们的产品的市场的定位 我们投资的决策 以及我们投资渠道都履顺了 剧院改制后 首先瞄准了陕西的旅游演出市场 2008年9月 传统艺术与时尚元素联姻的大型历史剧《梦回长安》一亮相 就赢得了满堂彩 如今已经演出200多场 收入1000多万元 《梦回长安》的这个推出 为我们旅行社 就是在海内外 包括国内各大城市的这个推广 起到了很大促进的作用 目前西安琴枪剧院正在筹拍 《白鹿园》《大明宫》等剧目 使琴枪这一古老戏曲艺术 焕发出新的活力 北京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今天挂牌成立 标志着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由事业单位正式转起 改制为企业 集团前身北京出版社成立于1956年 是北京最大的综合性出版机构 50多年来 共出版各类图书 2万余种15亿多册 出版物获得多项国家级出版大奖和文学大奖 1999年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组建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成为全国首批七家试点出版集团之一 集团拥有北京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等八家出版社和多家杂志社 在广西西藏陕西黑龙江等地 一批优秀军转干部不忘军人本色实现了从部队到地方的二次创业 曾任海军某部装备部部长的庙建华转业后 2001年毛岁自建来到广西药用植物园 在这个拥有400多名职工和400多万元债务的单位 开始了他的二次创业 如今药员累计创收8000多万元 固定资产增加了近亿元 这种部队就讲一种顽强拼搏 所以如果把这种精神带到地方来 我们也可以做到成就 二炮某部政治部副主任董云平 三年前自主择业 回到陕西白水县老家当起了摇头村村之书 董云平拿出自家的2万元做启动资金 带领乡亲们修路驾桥发展传统产业 组建起科学灵活的经营组织 如今摇头村已从后进村变成了和谐小康的文明村 人均纯收入增加到2000元 而董云平却瘦了30多金 出生在西藏纳区的藏族军人嘎旺 从西藏军区赋政委转业后 始终保持军人本色 在藏医学院任职期间 针对贫困学生较多的实际 他力促实施科学的助学贷款制度 个人资助了8名特困学生 田春江是黑龙江加姆斯市 第一个被派到非共有制企业 担任党舰指导员的军转干部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 他牵头组建的一个个党员先锋港 发挥了关键作用 今年企业销售额预计超过4000万元 创历史新高 又一件平凡的好事 寿宁县大安乡大安村村民范美花 和丈夫几年前因为意外事件 落下了终身残疾 守着三个孩子的范美花 一家没有任何经济来源 胡玉蓉得知这一情况后 多次来到他家 给他力所能及的帮助 不仅带去了慰问品 还给了范美花一笔生活费 县城里的明西小学 也是胡玉蓉常去的地方 学校里有很多留守儿童 胡玉蓉怕他们孤单 就隔三差五的陪他们玩 六一节快到了 胡玉蓉又买了一些 文体用品送给孩子们 因为我们父母不在身边 我们也一点不开心 所以他就像妈妈一样 过来对我们很好 今年44岁的胡玉蓉 自幼家境贫寒 是老师帮他垫付学费 完成了高中学业 老家房子被大火烧了以后 是乡亲们你一百我二百的 帮助他们一家 燃起重建家园的信心 十多年前下岗后 又是同学朋友的鼓励和支持 让胡玉蓉有了创业的勇气和信心 现在胡玉蓉的面点加工作坊 每个月两千多元的收入 全部用来资助四个大学生和三个职高学生 而他一家的生活支出 全靠丈夫每个月一千多元的收入 胡玉蓉说 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源于一颗感恩的心 有吃有穿有用 我就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幸福了 人就帮别人是一种快乐的事情 所以我就去帮别人 28岁的女教师彭阳 四年前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 前往贵州贫困山区小学支教 在她的感召下 先后有一百多名志愿者 加入到支教的行列 彭阳已经在贵阳花溪区 孟观乡小学支教快一年了 一年前班上的这个小男孩 最让他担心 他叫黄桂刚 彭阳刚来的时候 已经上四年级的黄桂刚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基本上不说话 不会写字 他的水平可能一年级的都不到 从那时候起 每次彭阳放学以后 都会多留一些时间 跟黄桂刚在一起 陪他吃饭聊天补习功课 渐渐的同学们发现 黄桂刚会笑了 早在四年前 彭阳就有出国深造的机会 那时他刚刚研究生毕业 就在他出国前的一次 贵州山区旅行时 那里落后的教育状况 改变了他的想法 要反思 就反思就说 我们经常觉得这里不好 那里不好 可是我们到底为我们的国家 做了些什么 我觉得 是我们每个人需要 做点什么的时候 就这样 彭阳留了下来 做一名支教志愿者 从贵阳梦观乡 到前东南建河县 从前西南侧亨县 到碧节地区 四年来他几乎跑遍了 这些贫困山区的学校 四年来 在彭阳的带动下 先后有超过100名志愿者 来到贵州山区 从事支教志愿活动 这是日前 沈阳军区某部组织的一次 心理素质仿真训练 官兵要分别完成 攀风越险 跨越火障 独秒扔炸弹等课目 这些看似军事演练的内容 实际上却是提升官兵 心理素质 拓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手段 原来我一天的枪声就紧张 头脑一片空白 通过这种心理素质仿真训练 现在我也不害怕了 就算真的到了战场上 我也能圆满完成任务 沈阳军区把胡锦涛主席 紧贴时代发展 紧贴使命任务 紧贴官兵实际 进一步改进 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 落实在教育训练中 坚持用新视野认识新情况 用新方法求解新问题 通过营造逼真战场氛围 开展训练 培养官兵顽强的战斗意志 着眼适应时代发展和官兵需求 积极拓展网络功能 增强教育的吸引力和时效性 他们还自行研制了 战时政治工作演练系统 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 同步对接 提高了政治工作的快速反应能力 2009北京国际儿童戏剧记 日前在北京拉开序幕 空军蓝天幼儿艺术团 在国家大剧院首场演出了 儿童童话歌舞情景剧 我要飞 这是国家大剧院 第一次上演大型幼儿剧目 也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 规模最大的儿童剧目 全剧固分续梦想 歌舞剧除鹰展翅 舞蹈师小雨滴 音乐剧七彩飞扬 尾声我要飞五个段落 这220名儿童演员 都是五岁的孩子 这部童话歌舞情景剧 艺术的在线了孩子们 在新中国成立60年来 幸福快乐健康的生活 充分展现他们对 飞的感知渴望和追求 引导孩子们要有理想 想团结 勇往之前追求知识 放飞理想 端午佳节 各地节庆活动热闹丰富 充满文化韵味 端午佳节到粽子飘香时 今天浙江嘉兴 河南商丘 山东衍州等地 举行的包粽子比赛 吸引了众多社区群众 卷叶 放米 甜枣 别看是业余选手 但个个身手敏捷 河南商丘的小区居民 最快的五分钟内 包了18个粽子 赛后主办方将粽子 送到了当地福利院和庆老院 在长白山脚下 边防官兵与少数民族群众 一起共度佳节 而中国驻苏丹维和部队的战士 也以传统的方式 在异国他乡欢庆端午节 赛龙州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 今天广州 沈阳 河肥 海口 澳门等地 都举行了龙州竞赛 引来岸边群众一阵阵 呐喊助威声 除了华龙州 四川宜宾 广西百色 江西龙南 湖南平江 还举办了别开生面的抢鸭子竞赛 这些争先恐后的游泳健儿 不仅要鄙视水性 还要斗智斗勇 而抢的鸭子越多 就预示着来年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相约端午 两岸同乐 今天第三届敏台对渡文化节 在福建实施举行 渔船追逐水花飞溅 将专满海水的水桶拨向对方 欢笑声中也凝聚着对彼此的祝福 其实两岸的文化是同源的 将多千年来的文化传承 联系起来 然后传给我们下一代 在湖北紫规 武汉东湖之宾 重庆嘉陵江畔 大庆石游城中 数千名士生身着汉服 通过严送屈原作品的方式 迎接端午 在成习传统的同时 人们也为端午节赋予了新的内容 在河北邯郸 当地的平调浪子剧团 把医学科普知识 编成精彩的剧目 演唱给社区居民 看着台上的表演 人们在分享节日快乐的同时 还学到了预防流感的医学常识 端午假期 各地丰富的文化活动 也带活了当地旅游市场 今天北京举行了 首届端午文化节 一条条龙舟在湖面上穿梭 吸引了不少国内外游客 前来观看 端午节期间 北京到乡村工艺服等 十家百年老字号企业的销量 就高达五千五百多万只 失传了四十多年的蒲包纵 又在市场上重现 山东泰山脚下的端午民间风情 天津古文化街的民宿大集 去江苏佩县观看刺绣工艺表演 到云南香格里拉观景赏花 来青海湖感受夏日清凉 这个端午节既充实又快乐 我国近日启动端午节 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程序 端午节由三省四地共同申报 包括屈原故里端午习俗 西塞神州会 罗江畔端午习俗和苏州端午习俗 6月13号是第四个文化遗产日 期间各地将开展行事动等活动 并公布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 国家质检总局教育部等部门 昨天起在全国中小学校开展特种设备 安全进校园活动 由特种设备检验员们 讲解有关大型游乐设施 电梯等特种设备的安全使用知识 中国英联昨天宣布 美国九成ATM机可受立中国英联卡 赴美居民可及时实现美元取款人民币扣账 但在使用程序上与国内不同 为先插卡再图卡 然后进行命令操作 西安岛安康高速公路 今天全线贯通 西康高速是国家高速网 包头至茂名县陕西境内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长195公里 通车后 西安到安康的行车时间 由原来七个多小时 缩短到两个小时 陕西省也提前两年实现 试试通高速公路 山西太原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日前研发生产出世界最大规格 直径325毫米的成套管扎机组 从而使我国管扎机组成套设备的设计制造越居世界领先水平 国内最清醒的直升机B-2B直升机近日在青岛下线 这种直升机航速每小时可达161公里 可应用于港口导航 边境巡逻 科技探测 空中摄影等领域 江苏省近日在全国率先开展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 87%以上的退役士兵都可以参加由省市县三级组织的技能培训 培训内容也由最初单一的制造业 拓展到加工服务和种植养殖等40多个专业 中石油呼和浩特石化分公司 年产500万吨扩能改造项目 今天开工建设 项目建成投展后 原油加工规模将从现在的150万吨增加至500万吨 成为辐射内蒙古 山西 河北等地区的大型炼油基地和成品油的供应员 武汉至广州铁路客运专线广州区段东平水道大桥今天正式合拢 大桥全长440米 其中主跨242米 是吴广铁路客运专线科技含量最高 施工难度最大 全线跨度最大的桥梁 全线跨度最大的桥梁 虽然我需要辐射 我们可以 请线跨度最高